是全天天花会开 鸟儿只有天在 哈喽大家好 我是Teacher Philip 欢迎回到我的教学影片 OK那么今天这一部影片 是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Cata Adjective OK Cata Adjective就是形容词啦 那么现在我要教大家的是 Cata Adjective Begaitan Mousim So Mousim就是季节啦 OK我们马上来看第一个 Mousim Kemalau 这个是我们在课本上 或者是我们时常做作业的时候 时常会看到这一个绳子 Mousim Kemalau就是汉季 什么叫做汉季呢 汉季就是非常的炎热 可能甚至是好几个月 好几天 好几个星期 好几个月都没有下雨 非常非常的炎热 天气很热 OK 那个叫做汉季 叫做Mousim Kemalau OK 甚至是你看这个图片 可能这些泥土呢 都已经干枯啦 OK 这个我们讲井水都已经干枯啦 甚至是海水 这个河水也会干枯 OK 因为太炎了 这个叫做Mousim Kemalau OK 老师已经有展示这些图片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叫什么 Mousim Teng Kujo OK 什么叫Mousim Teng Kujo 就是语季啦 OK 我们不可以讲Mousim Hu Jam No OK 如果我们讲语季叫做Mousim Teng Kujo OK 背起来 所以Mousim Kemalau是汉季 Mousim Teng Kujo是语季 OK OK 我们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我要教大家的是春天 在马来西亚 我们没有这个春天嘛 不过我们也要知道春天的国语叫什么 春天叫Mousim Bunga OK 什么叫Mousim Bunga Mousim Bunga就是 那个时候开始开花了 OK Mousim Bunga的时候 通常你去这个春天的时候 你去韩国啊 去日本啊 开花季节 叫Mousim Bunga 那边的风景是非常美丽 非常的迷人的 OK 因为春天花会开 鸟儿只有自在 OK 所以现在我们讲好春天 那么夏天叫什么 夏天叫Mousim Bunga OK Mousim Bunga 大家都知道啦 就是像马来西亚 四季鲁下 就是说夏天 很热的意思啦 OK 叫做Mousim Bunga 所以如果我们讲到这个秋天叫什么 秋天就是说在外国的时候呢 OK 秋天的时候这些树上的叶子呢 都已经掉落了 所以秋天叫Mousim Luloh OK 背下来Mousim Luloh 就是说秋天啦 alright 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冬天叫什么呢 冬天叫做这个Mousim Dinging OK 冬天叫做Mousim Dinging 就是说很冷的意思 我们不可以讲Mousim Sejo No OK 冬天是叫做Mousim Dinging Dinging是很冷的意思 Mousim Dinging OK 所以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小总结 叫做汉记叫什么 Mousim Kemara OK 写下来 Mousim Tunggujo是雨季 Mousim Bunga是这个春天 如果我们讲Mousim Bunga是夏天 Mousim Luloh是秋天 Mousim Dinging 冬天 alright OK 那么现在已经教好了这个 Kata Adjective Begaitan dengan Mousim OK 那么接下来我要教的是这个 Kata Adjective Perjagapan Perjagapan就是说话时候的这个形容词 OK 首先我要讲的是 Swaranirin OK 先抓住 什么叫做Swaranirin呢 Swaranirin就代表声音非常的响亮 OK 大家好 我是Teacher Phillip 我是全世界最帅的老师 呵呵呵呵 这个叫做Swaranirin OK 你有听到我的声音非常响亮没有 这个叫做Swaranirin So how about 我们讲Swaranirin 啊这个你们一定要知道啦 Swaranirin 就是说很悦耳动听的声音啦 通常我们讲一个人唱歌的时候 Munyani dengan Swaranirin Mudu OK 举一个例子 OK 举一个例子啊 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一时欢迎说了 整一次就一辈子 整万古根世界对视 OK So我就唱到这里啦 OK 这个就是叫做Swaranirin 就是说很悦耳动听的这个声音 好不好 那么如果你觉得Teacher Phillip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 很悦耳动听的话 麻烦你给我一个 Good OK So 接下来我要教的是这一个我们讲Swaranirin OK 做好记录啊 Swaranirin 是Saya的声音 什么叫做Saya的声音呢 OK 比如讲说 就是Saya啦 我也办不来 OK Saya的声音就是叫做Swaranirin All right 所以我们讲说Swaranirin 是什么意思 Swaranirin 是很Saya的声音 什么叫做Saya 就是说 当一个人唱很高很高音的时候 他破音就是Saya的声音 比如讲 我觉得我很像神经病的今天拍这部影片 OK 刚才我们讲到Swaranirin 是Saya嘛 Swarani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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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Saya 比如说 SRA 做好啊 这个叫做Swaranirin OK 为了这部影片 我付出了好大的牺牲 OK 这个叫做Swaranirin Swaranirin markers说声音很大声 这个就是说话很大声 Swaranirin Swaranirin 很大声的声音 我们就讲到最后一个声音啦 最后一个声音我要教的是 Swaranirin Lunna Lunna是温柔啊 如果我们讲一个人的声音是Swaranirin Luna 就是代表很温柔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Teacher Phillip 我好爱你哦 这个叫做Sara Luna OK 那么这个叫做温柔的声音 那么今天的影片 老师就交到这里了 今天的影片 老师只是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 这个形容词 Cata Adjective的用法 OK 那么今天的影片 我就交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老师 教的影片教得非常好的话 麻烦你按赞 并且分享这部影片 那么影片的最后呢 老师也希望大家可以 追踪老师个人的面子书 Teacher Phillip 还有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Goodbye 谢谢大家的观看 这个影片 我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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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